吻着冷冽的哭泣 仿佛是你深深的叹息 无论隔着多少距离 我依然在想着你 你那温柔的气息 是我心中执着的勇气 我们活在生死的前行 我只怕爱已来不及 我爱你爱你爱的地 不管面对多少委屈 为你付出一切都在所不息 我的心只会为你呼吸 我爱你爱到忘了自己 天旋地转全都是你 热闹熊熊灭火燃烧我的心 男生也要和你在一起 我爱你爱到忘了自己 天旋地转全都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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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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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自己的事情 那 你要去北边吗 啊 我跟你一起去吧 我一直都想去哪儿 仙人 我当时还没有跟你一起去 可是你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还有张根巴 要一起去观察了解 他是不是真的不过呢 我只是说说而已 你自己 其实 我就想和你在一起 一个心意 我会走快回来 下去吧 哎 怎么 他们说有人证物证 是啊 这明摆着是陷害 可是又一时无法为少爷洗脱 老夫人您放心 我已经打点过了 少爷住在那里头 不会受什么委屈的 你再派人再去查查 看看到底有什么认证物证 老太太二老爷来找您 妈 我是到公司才知道子清被抓了 到底怎么回事 少废话 我问你 子清有没有单独管过船运 没 没有啊 子清虽然长进得很快 但是没有管过船运呢 这我知道了 子清绝不会干这样的事情 妈 别说了 没事 去吧 好 好 秦仪在啊 好累 舅舅回来了 累死我了 我这到天津才几天啊 这儿就出这么大的事儿 那张家少爷 据说是 私运军火被抓起来了 舅舅你说什么 谁被抓起来了 怎么 你不知道啊 就是那个 张家少爷张子清啊 张家少爷张子清啊 不可能啊 他不是已经 他已经怎么了 他已经被关在警察局了 姚瘦啊 这是怎么回事 你说说清楚 这张家少爷 斯斯文文的 不像是干这种事的人哪 你再去问问清楚 是啊 舅舅 我要和你去警察局 我要见见子清 新姨啊 别着急 这事儿舅舅不会不管的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这 哎呀 赶快去 走吧 行行行行 刚刚到家 连口气都没闯过 三公 我们先走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说的没错吧 嗯 子清他绝不会这么做的 可是要查清此事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呢 你怎么回来了 妈 大老爷 何处 妈 我不回西堂了 素贞也回来了 就住在自己的房里 哎呀 你这是为什么 哼 我要重出江湖 我要堂堂正正 辅佐子清做生意 你还不知道 子清被警察抓走了 什么 子清被抓了 怎么回事 这是有人陷害的 目的是要逼我就犯 陷害 谁陷害他 谁陷害他 谁陷害他还不知道 但崔尚来过 他说只要答应他的条件 他可以想办法救少爷 龟公子叫张子清吧 最近他遇到了点麻烦 而且是大麻烦 你怎么回事 那 你就答应了吧 你就子清这么一个孙子呀 锦臣哪 我何尝不想立即把子清救出来 就是赔上我全部家产 赔上我这条老命 只要能把子清救出来 我在所不惜 可是村上要用的是 我们张家的码头和船 为日本人运货 害我们的国家 害我们国人 妈 你说我能答应吗 哎呀妈 你 你就抬抬手救救子清吧 您老做 您知道 他们这种人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我会想办法救子清的 但是村上的条件 我绝不答应 我们大家请就像这样一样 一路小人 这种药物 我们只能建议 我们建议 现在有一个消息 我已经建议了 我们建议的 我们建议的 结议的 现在在家里 这 照片是哪儿来的 你不用管这照片 是从哪里来的 反正你不愿意救紫卿 我要救 老夫人 老夫人 打开 警长 这是我外甥女 好好照顾 知道 仙姨 你自己进去吧 嗯 我走了 子卿 子卿 是我呀 子卿 子卿 你不是已经离开上海了吗 怎么会被他们抓到这里来呢 我 你怨妇她比你怨君火的 你做这些 是不是都为了靖茹 什么事是因为我呀 子清 你不是去公司上班了吗 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 你别在这儿装好人了 还不都是因为你 郑小姐 你怎么说话的 我也是听到消息 刚刚赶来的呀 渊小姐 我明明送子清离开上海的 他会在这里 全是因为你 子清 你要离开上海 没有啊 你 郑小姐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 是要想办法把子清救出去 子清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谢谢你 月姑娘 你 子清 时间到了 二位该走了 子清 子清 那我先走了 我 放心吧 不会有问题的 我 我 你 我 哪儿 我 哪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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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小六子 郑小姐 你先回去吧 小六子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在这儿坐了好久了 还是九爷安排的呢 说万一有事 以后有个照应 那你给我听好了 孤叶关在里面 你要照顾好 要是他少了一根寒毛 唯你试问 大小姐 您就放心吧 大小姐 您回去见个九爷 帮我给他老人家带个好 知道了 大小姐好 大哥哥的 说得漂亮吧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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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回来了 我爸 我爸呢 在花园那边呢 这 这 这 就是 这 这 这 别管别管 走走走走 走 爸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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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静茹 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了 谁招你了 我说 怎么了 绝着嘴像头毛驴似的 就是你 就是你招我了 你把自己还给我 还给我 怎么了 闺女 丫头 静茹 快说说 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还装着跟没事人似的 紫青在警察局里都快死了 紫青到警察局干嘛 还不是你让他私运军火吗 私运军火 谁私运军火呀 谁在这儿胡说八道的 你听说的是 紫青给我私运军火被抓到警察局去了 是 爸 我求求你了 你救救紫青 救救紫青好不好 这不好办哪 爸 你要是不救紫青 我也不活了 乖女儿 别说这样的话 先消消气吧 好了 我就算不为了我保卫女儿的话 我为了我的清白 也得把紫青揪出来 行了 别这样 爸想办法就是了 你呀 走 进屋去 走 爸 你马上就去办好不好 马上就去 好好好 你一定会来 我来 你把你我们草害了 人家的态度 我去扭除了 我 你去甚至少 我带你去 朕浩浩上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带你去哪里 村上先生 进来吧 村上先生 张老爷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怎么样 我们张老夫人还是不肯松口啊 村上先生 你就放过子清吧 我答应你的条件 哦 张老爷 你不愧是 你们张家最名势力的人 识识屋 这样很多事情 我们就可以好说好商量了 你别像你们家老太太那样 又生气凌人的样子 我不就是为了朋友的生意 向贵府借条道运点货吗 是不是 她居然不顾世交的情面 致自己孙子的生命安危与不顾 断然拒绝了 好啊 她 有骨气 我要是不是看在你张老爷的面子上 我让你们张家就没好日子过 算了 既然你答应了我的条件 那我一定帮助你重出江湖 我跟上面打个招呼 让他们尽快把张少爷放出来 好 这太好了 谢谢村长先生 张老爷 我希望我们之间 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 那是 那是一定 那这样 在你的码头上 给我安排个人 好 村长先生 这恐怕不太好办吧 我已经很久没有管理公司业务了 再说 这个人员已经满盒了 这个人 你必须给我安排 咱们不是说好了要合作的吗 我总得知道 你是不是诚心诚意的想跟我合作 不是 好了 今天咱们就谈到这儿 请 怎么样 他人呢 大老爷出去了 他人还没回来 他怎么会有那张照片 他都知道些什么 您就别老审了 这件事 大老爷早晚有一天会知道的 他是您的公子 他会体谅您的 可是子卿少爷这儿 子卿怎么样了 我去过警察局了 少爷在那儿挺好的 哎呀 他哪受过这份苦啊 警察局的人怎么说 警察局的人说 好像是上面压下来的 点名道姓的要抓少爷 这就不好办了 怎么会是这样的 我也不太清楚 他们说啊 这案子如果罪名成立啊 少爷可能会有性命危险 老夫人 您保住 备车 我去警察局 别 老夫人 您就别去了 您看您的身子骨都成这样了 该找的人我都找了 该想的办法我都想了 您去啊 那还不是白碰钉子吗 那你说 老夫人 老夫人 村上先生送来一封信 快拿过来 把你带来 拦来 老夫人 您就说 老夫人 是 你 是 教会 村上荆出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托人保出紫青 是啊 他这一会儿是人 一会儿又是鬼 怎么回事啊 别管他怎么回事了 你先去打听一下 看看紫青是不是真的被保出来了 好 我这就去 一会儿我让厨房给您送点吃的来 去吧 快去吧 是 郑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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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是看你舅舅来了 在我这儿先坐会儿 喝杯茶 一会儿我就派人找你舅舅去 局长 我不是来找我舅舅的 我是来找您的 特意找我啊 这 这 郑小姐特意找我 那真是不胜荣幸啊 局长 好 我想请您帮个忙 您可一定得帮我 有什么话 尽管说 尽管说 您能不能 把张子青放出来 好好好 放 放 您真的能把张子青放出来 什么 张子青 不行不行 这个能放 这 这 这人不能放 局长 子青是被人冤枉的 他是被人陷害的 他一定是被人陷害的 他绝对不可能干走私军火的事情 局长 我求救您了 您就把他放出来吧 哎呀 这 哎呦 郑小姐 你说什么事我都能答应你 就这件事不能答应 这个案子 那是上面压下来的 说是人证物证俱在 甭说是放人了 我怕他连性命都保不住了 这个怎么办 局长 我求求您了 您再想想办法吧 您救救他 求求您了 您救救他吧 喂 找谁啊 哎呦 是 是 一定照办 一定照办 明天放人 郑小姐 你刚才说的 那个是谁 张子清 对吧 这事啊 有商量 有的商量 来来 坐下坐下坐下啊 哎 郑小姐 不着急 哎 坐 哎 郑小姐 你现在就可以通知张家的人了 说张家少爷呢 明天就可以回去 哎呦 郑小姐啊 这回你就放心了嘛 明天早上 我一定放他回去 啊 谢谢您局长 谢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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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曹小姐 孩儿 去上 我 我认识过去 啊 都是因为你 自清才会被抓起来 也不知道自清 什么时候才能放回来 你倒好 还和日本人在一起 这就要妈知道了 会被你气死的 不管她谁气不气呢 我要救紫青的命 也要救我自己的命 老爷 你这段时间到底怎么了 你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有什么事瞒着你 上次那个日本人到西堂来找你 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 还胡说什么 你不是老爷亲生的 你还听到些什么 听到这一句啊 我就够心烦的了 我们张家的是 要他这个日本人来管什么 不过 我又怕这是真的 万一 你真的不是老太爷生的 那你爸 又会是谁呢 我说你胡说些什么呀 啊 我告诉你啊 以后不许在任何人面前 说这种话 啊 你这人真是的 成事不足 办事有余 你要是再老说话 比说紫青救不出来 我的命也搭进你手里了 好好好 我不说了 我不说了 行了吧 再过阵子 我就可以出这鬼屋了 出了鬼屋呢 我就可以好好的帮紫青 打理公司的事了 你在家里呢 好好陪妈就行了 嗯 天亮以后 我估计紫青就该回来了 哦 那 那他就 哎 好了 睡觉吧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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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这事无论如何得请您帮忙 好的 谢谢 锦铃啊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今天呀 我好高兴 我说今天你上哪儿去了 一天到晚不着急 你 你怎么关心起我来了 平时多一句话都不跟我说的 你今天怎么了 我可不像你这样 我今天呀 和周泰 张泰他们打麻将去了 我赢得多啊 就请他们去吃饭 吃完饭以后啊 我们就去看乐剧了 你知道吗 今天是尹贵方挂头牌 尹贵方的身段哪 真是好看得很哪 迷死人了 真是太好了 亏你还有这份闲心 怎么了 家里出门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还有心思看暗戏 什么 家里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紫青被警察局抓了 什么 紫青被警察局抓了 为什么呀 说是四孕军火 四孕军火 这怎么可能呢 你说你大哥四孕军火 我还相信 可紫青 他不过是个 手无负极之力的秀才呀 我也相信紫青 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情 再说 他根本没管过船运 怎么可能四孕军火呢 嗯 对了 对了对了对了 肯定是那样的 肯定是的 像戏里说的那样 冤枉好人 紫青是被冤枉的 嗯 我要为紫青 我要为紫青 鸣冤击鼓 拦叫道撞 你搞什么撞啊 我觉得他们抓紫青 是杀鸡给猴看 目的是冲我们张家的人 哎 张家 张家怎么了 我也说不清楚 但我感觉张家有事要发生 哦 又有事要发生啊 哎 我跟你说啊 这种话可不能乱说的啊 呸呸呸呸呸 算我没说过 哎 你可以问问你妈妈去啊 问啊 她好像知道什么事 但不说 你看看你看看 你看看这老太太 到什么时候了 她还要瞒着你 哎 你大哥要不在了 有事情要人帮忙的耶 有一句话说得好啊 叫多一只蛤蟆 多四两立 况且你是她亲儿子耶 哎哎 我就不知道这老太太 是怎么想的 好了好了不要烦了 我已经找人打听了 可能是时间太晚了 明天一定会有消息的 那只能等明天咯 哎呀 不行 我得去看看 对 去问问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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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现没有 你你今天说了很多话耶 哎 你不是很会说话的吗 平时话那么少 哎 你今天很会说话的耶 那你平时为什么 哎呦 对 他是能说话的 到关键时候就能说很多话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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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 嗯 天都亮了 您都占了一夜了 您就回屋歇会儿吧 紫青少爷一回来 我马上告诉你 快去看看 是不是紫青回来了 走 二人 你先帮我去啊 我走了 您慢走 我才离开几天哪 怎么就没人啊 难道他回上海了 你先帮我去 新鲜的蔬菜 兄弟 来 来来来 我给你打定点事 住在那屋里的人 什么时候搬走的 你知道吗 你说的那位太太啊 她已经离开两三天了 行了 没事 行 新鲜的蔬菜 好 告诉你 知道了 是锦列去上班了 不 紫青少爷 你真的回来了 什么 紫青回来了 诶 就在她屋里呢 我让她来看您 不 我请看她 我请看她 老婆 你先去忙 还有那件事情 还是你去办吧 好 少爷 公司里面还有些事 我想过去一下 怎么样 感觉好点了吗 子清 子清回来了 子清 你可想死奶奶了 想死奶奶了 你还好吧 你受苦了 受苦了孩子 子清啊 他们怎么突然放你回来了 你没有答应他们什么挑战 你可想死奶奶 我没有 什么都没有 没有就好了 子清啊 奶奶 知道你这次是被冤枉的 我会想办法查清 背后是什么人在倒的鬼 不过 奶奶也想跟你说几句 这人呢 在秋生的时候 面对别人的施舍 一直会很薄弱的 有时候一念之差 就会犯下千古悔恨之错 你要记住 不管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都要守住做人的大义大德 奶奶 我明白你这话的意思 您放心 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自己良心 对不起张家的事情 好 那就好 那就好 还没吃早饭吧 把少爷早点送到少爷的房里来 好嘞 少爷 老夫人为了等你的消息 昨天晚上 站了一夜啊 哎呀 快去吧快去吧 哎 奶奶 子清啊 奶奶 你受累了 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奶奶硬劳着呢 奶奶呀 还想看你娶媳妇呢 奶奶也想抱重孙呢 是郑小姐吧 你也在这儿 老夫人好 我昨天到警察局去看子清的时候 去求局长把子清放出来 可是一开始 他说什么也不肯 之后 他接了一个电话 就马上同意放人了 今天一早 我就去把子清接回来了 子清 子清啊 快点 子清啊 你回来吧 啊 子清 妈 你在啊 哎 这这位 哦 啊 对对对 你好你好 你好 子清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哦呦 我知道这消息以后啊 真是气死我了 我一晚上都没睡着 今天一大早 就让你二叔去打听消息啦 哎嘿 幸好你回来了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啊 妈 你看 我说的吧 吉人自有天相 我们子清这么好的人品 以后啊 是做大事情的是不是啊 那些家伙 想搬都搬不到他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是不是啊妈 哈哈 嗯 嗯 苗姑娘你来了 子清 你还好吗 我还好 没事你放心 哦 你在牢里受苦了 肯定需要补补的 你想吃什么东西 我现在就去给你做 是啊 嗯 子清一夜没休息了 我们别再打搅了 你想吃什么 我不是让何叔给你拿去了吗 嗯 就不用再麻烦别人了 好吧 嗯 那就都走吧 这小姐还有话要和子清说 那就多待会儿吧 嗯 谢谢老夫人 静茹 走吧 啊 子清我 哎静茹静茹走了走了啊 再见啊 妈您走好啊 子清你看 你奶奶多疼你啊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上面的话没错 少问为什么 我 我看你呀 这一条道走到黑的毛病你总是改不了 所以呀 你总也上不去 行了 话已经跟你说明白了 你呀 去干别的案子去吧 是 是 这怎么就结案了 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越这样 越说明张锦臣的假死不简单 你不让我管 我偏要管到底 我会把张锦臣身后的事都接出来 我绝不会让小日本得逞的 小姐 你就吃点吧 我不想吃 小姐呀 你昨天还没吃饭呢 你还在为刚才的事生气呀 哎呀 老太太也是为少爷好 我们都在那儿 少爷怎么休息呀 那郑小姐 怎么可以在那儿啊 我爱你 爱你 爱你 爱到底 不管面对多少委屈 为你付出一切 都在所不惜 我的心只会为你呼吸 我爱你 我爱你 爱到忘了自己 天旋地转全都是你 人啊 熊熊灭后 沾上我的心 来生也要和你在一起 我爱你 我爱你 爱到忘了自己 我爱你 爱到忘了自己 天旋地转全都是你 带来生也要和你 我爱你 その深入 深入 眼淿过 沾上我的心 我爱到你 要想要和你在一起 我爱到你 来生也要和你在一起 你也要想要和你 在一起 你 永不分离 我爱到你 永不分离 相爱到我 永不分离 你我爱到你 那个小姐 永不分离 我爱到你 永不分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